政協常委、行地副主席李嘉杰 於3月初在兩會期間點名批評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廷堯 他甚至認為一些中資商會 應該與其他大學成立類似計劃 將港大民調取代 在3月18日由港大學生會舉辦的論壇上 鍾廷堯表示歡迎成立新的研究中心 但是擔憂其政治考慮會影響學術價值 他亦指這樣會可能破壞本地學術界的聲援 問題就是如果科學出來的數據 或者科學界接受的數據 而因為政治原因它是不合適 那時候你再用另一種不科學的方法 去做另一種數據去掩蓋它 這個已經不是一個學屬的方法 更多信不過的調查機構 而它做出來的資料可能是錯誤的 你對這個研究制度失去信心 於是以後任何人類文言調查 包括香港大學或其他學者文言 你都一概不答了 事次講座的另一位港者 毛孟靜議員亦提到 香港大學要維持其自由風氣 需要有更多好事 鍾廷堯一樣有膽識的人 香港大學生 是成功地將一個校長拉下馬 這個是香港歷史上 永遠是非常榮耀的一部分 是永不可以抹殺 大學生有吉士 最初是需要一個學者有吉士 就是因為鍾廷堯 另外在3月14日 港大民調發表特首民望的最新調查之中 由梁振英支持者創立的 香港齊心基金會 旗下的港人港地網站 其後發表文章質疑該結果 計算合格分數的方法有問題 齊心基金創白成員 兼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 接受無線電視訪問時 直指其皮均分計算方法 舉五道成分 鍾廷堯作出回應時 指其調查並沒有列出合格的分數 次次調查結果遭到扭曲 我們從來沒有人的 50分不是合格 也不是不合格 如果有人不認識 他自認以為是專家 哇 這麼多人比五分以上 為什麼平均分數還是低於五的 很簡單 因為中間點不是合格分數 這個是民調ABC的概念 但它可以無限昇華到一個很高的層次 甚至頭版頭條 就說我們五道市民 校園電視記者 李友情報道